現在你看這裏就是東北亞的危機 講什麼呢?就是講解放軍 中共的解放軍在渤海做反導彈的演練 這樣給一個信息 看到就是中共和北韓已經沒辦法談 你看這件事 如果你是美國總統 現在你的決策是想做什麼? 要是打,要是繼續找人談 那繼續找人談呢? 老實說 就一定不是用官方的 就好像金正恩喜歡看NBA 就用籃球外交 用NBA訪問一次南韓 跟著從中帶一個信息 就是美國想和北韓 如果北韓不再挑釁美國 那美國就不會針對北韓 現在看一件事就是 解放軍在渤海演練 他很明顯 他的媒體說 震懾北韓 誰震懾誰呢? 看到的 那北韓呢? 最近他試爆了那個氫彈 他說氫彈 10萬噸就不是氫彈 氫彈最少只有幾百萬噸 黃色炸藥計 他說氫彈當他試爆成功 甚至說他的氫彈是靠外力的嘛 或者俄羅斯 俄羅斯技術人 去了北韓幫他做這個任務 為什麼? 他說把一個視線 譬如克里米亞危機 很多西方國家都是針對俄羅斯 現在把視線轉移到東面 這樣順理成章 那些俄國專家 就幫他試爆這個核彈 這樣他的威力就是十幾萬噸 是比前一次第五次威力大很多 那這樣說回來 今天說什麼呢? 就是說 那一旦如果北京 就是中共和北韓 反目 就是我曾經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敵人 只有永遠的利益 那現在他 金正恩這樣做 施射導彈 或者是核 他也是想 除了震懾美國 他說震懾美國 其中的最大原因 他也想 在談判的期間 增加他的話語的分量 這樣 很多東西 剛才說過 沒有永遠的朋友 沒有永遠的敵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旦北韓 他和美國 或者 關係好轉 他的矛頭會直指中共 你看看很多東西 北韓核市的期間 剛好就是 中共搞金磚會議 每次都是 中國搞這些會議 北韓也有所動作 擺明是不妥理中共 這樣說什麼呢? 今天如果 他說 解放軍 在渤海 這個反導彈的演練 是震懾北韓 我又想問 如果 北韓一旦轉向 一支彈道導彈 一支短程或者中程或者短程導彈 去到北京 這個 去到北京 這裏 我估計都是五六八公里左右 一支彈道導彈去北京 五分鐘又閘 五分鐘 如果金仔說 他說 他可以 將這支導彈 裝上這個氫彈 扔去北京 這個後果會怎樣? 五分鐘 五分鐘它疏散到什麼呢? 你想想 中共那個導彈防禦系統的力量 是不夠的 完全不夠 美國 自從美蘇冷戰以來 一直這樣 去更新替換 導彈防禦系統 美國那個已經很成熟的了 不但高 中低 彈道導彈都可以攔截 現在問題就來了 中共那個反導彈 反導彈那個演練 是擺明肯定是針對北韓 不是震懾北韓 是針對北韓 它的導彈的威脅 一旦 這些事情很難說 你想想我曾經說過 中共和越共都曾經握頭握頸 一起作戰對付美國 現在北韓和中共 它都是濫途 之前它都可以 即是北韓都可以聽中共的話 去對付美國 都是美國 這樣一旦轉向 好像越共一樣 一旦轉向 這樣最大的威脅就是北京 五分鐘一支導彈就去到北京 那你五分鐘 你啟動 都啟動不及了 你走就走不及了 當你知道了 當你detect到那個導彈 可能只剩三分鐘 或者兩分鐘 那兩分鐘你可以做什麼 穿褲 不用穿褲 當你不穿褲 喂 就這樣下街 開車 去車頂一場拿 都不止兩分鐘 如果你住在高爐大 就要坐電梯 你等電梯 隨時都 有時等電梯 都要超過幾分鐘 還要 這麼危急的時候 即是你想想 現在這個 即是中共在渤海 做這個反導彈演練 其實它都顧及了 即是它都對北韓有極之強的戒心 它都想防範北韓那些導彈的威脅 即是所以它才做這樣的演練 它這樣的訊息 就被人看到它一件事 就是中共 它對北韓已經沒有了任何的計策 甚至北韓隨時會調轉槍頭 用導彈炸北京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 講完